各位許遠 各位蓮友 拉摩阿彌陀佛 拉摩阿彌陀佛 請放掌 我們再來看一件臨終戀佛往生的事蹟 也是在中葵張善河的後面 最後一身佛 最後一身佛 我來練一遍 楊先生因父親事督 敗光家產 家計陷入絕境 他務隆之餘 為人拉牛車運裝快 維持家計 將失去的田產屬肥 分配給兄弟 各自努力耕耘 楊先生育有子女九人 一生為衣食奔忙 先有機緣聽聞佛法 楊先生九十二歲時 生了一場重病 雖然病入睪王 但意識清楚 學佛的孫女請法師開示 法師為楊先生方便歸一 並為開示六道輪迴 即說佛世界的重苦 阿彌陀佛度眾生的願力 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 即柔和煉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方法 聽完法師的臨終開示後 楊先生跟著家人齊練阿彌陀佛 照顧他的家人太累睡著了 唯獨他還前進煉佛 練佛肯切屬盡了最後力氣 楊先生雙手何時拜佛 媳婦見狀有意 上前關注 楊先生告訴媳婦 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 我允他了 他與其答應佛要隨佛往生 他便跟子孫抱怨 真的有阿彌陀佛耶 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告訴我 不久後楊先生在煉佛聲中往生 生命有生有滅 人除了生命還有慧病 永無生命 只要有一口氣就練一身佛 行住坐臥不理阿彌陀佛 當臨終一身阿彌陀佛出口 忍一身的行業 也就隨著最後一身佛 離苦得樂往生極度世界 見阿彌陀佛 2009年9月11日人間福報認职 各位朋友 這一件往生的事蹟也很殊勝對不對 對 前面第一段是在講楊先生 楊先生的對兄弟的有愛 真的是有情有義 還有在講一輩子為這九個兒女 衣食奔忙 幾乎沒有其他的時間 所以也沒有極遠聽聞佛法 可以說一般庸庸碌路的人一樣 那九個兒女這個不容易 現在頂多生兩個三個 那九十二歲的時候生了一場重病 雖然並入高榜 但是意思還很清楚 那幸好他學佛的孫女 如果沒有這個學佛的孫女的話 他就要輪回了 那所請來的法師 就是阿彌陀佛 那個時候大概法師也已經回去了 阿彌陀佛 這個後來的初 stamp針 我們能夠唸 Mutch 對國動的孫und 所以他們能夠唸妙 知道我們效果 所以他們能夠進行 經驗的代表 經驗的 detector 琴和咦 就是 workplace vous 他告訴他的媳婦 他說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 來過兩次了 這個短短念佛的時間 阿彌陀佛不只來過一次 是來過兩次 這個顯示 我們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聽到 我們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現前 所謂聞聲就苦 應聲耳現 這個時候 正是楊老先生 要再繼續淪迴的時候 可以說最苦的時候 正是需要救度的時候 所以不只來了一次 來了兩次 兩次 那來了兩次 是在等待他的受命 因為人的受命 是有一定的實現 受軟事 如果還沒有到達 那個期間的話 說要斷氣也不容易 那這裡 有一個關鍵 他說我忍他的 那是台語 台語怎麼練 對 要問你 問你 問就是什麼意思 答應 哇 我們答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不是你說的算 要看我答不答應 那答應他什麼 一定是 一定是阿彌陀佛有求於他 有求於他 然後 等待他點頭 所以說 我已經允他了 我答應他了 然後就抱怨 那真的有阿彌陀佛 我真的看到了 那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有跟我講 那幸好 現在還來得及 不然的話 就來不及了 其實是他 看到佛 那別的人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除非 專水淨土法門 肯定 有極樂 有彌陀 不然的話 都是謀能良可道 那麼他之所以看到佛 那別人沒有看到 因為境界不一樣 他是一個已經要臨終的人 要臨終的人 陽氣已經逐漸在衰弱 陰氣在增盛 所以他能夠看到他未來要去的境界 能夠看到靈間的 幽靈的那個境界 所以臨終的人 如果他的罪業 應該墮落地獄 或者惡鬼道 出生道 就會看到 地獄惡鬼出生的那一種境界 那如果 會上升天堂 就會看到天堂的境界 那如果往生極樂世界的人 他就會看到金幣 可以蓮花或者是寶持 或者是宮殿 或者是佛菩薩顯現 那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應該往生極樂世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要臨終 他現在正在念佛 所以他就能夠看得到 所以由這一件事情 我們就曉得 我們看暗語的地方 這故事有以下幾點的啟示 以阿彌陀主動救度 是日陽先生念佛 阿彌陀被動而來嗎 不是的 凡是都有一個感應 那麼淨土法門呢 是阿彌陀佛先敢我們 我們才應阿彌陀佛 怎麼講呢 阿彌陀佛發願的時候 是主動為我們發願 不是我們請他 求他 拜託他的 而且阿彌陀佛發願的時候 我們還在造作業還在輪迴 是阿彌陀佛發願 要救度我們 而且在經典之中 就呼喚我們 讓他救度 第十八頁說 遇生我國 就是迷途的呼喚 剛剛引用專元經所講的 輪迴諸去眾生類 術生我剎 說完樂 才願慈心拔有請 度盡阿彌苦眾生 這也是阿彌陀佛主動的呼喚 而且還說 三二道中 地獄 惡鬼畜生 皆生我剎 受我法化 不久接得阿彌陀佛三秒三菩提 他是呼喚 死亡眾生 尤其是針對三二道的眾生 因為 人道的眾生 他還沒有墮落 天上的眾生 正在享樂 也還不會痛苦 唯有三二道的眾生 正在痛苦 或者是即將臨終的人 一定面對三二道 說身而迴遠上升天上的很少 這個 如果不趕快 一個劍部 過去把他抓過來 救起來的話 千軍一法來不及 他就已經墮落了 受苦了 所以這一個法門 是主動 民主主動的救度 阿彌陀佛主動來跟他講 雅雲先生 你設定到了 你的罪位 應該墮落 現在到 將來還是繼續淪迴 現在請你讓我救度吧 拜託你吧 就這種心情 這個 在佛法經裡面 就有批譽 佛法經怎麼批譽呢 就是批譽一個長者 所謂長者就是 一方面他地位很崇高 而且很有人格 一方面他很富有 一方面他的心很好 就是做慈濟的工作 做善事 只要哪裡需要 哪裡有貧困 他都會去救濟 可惜的是他只有一個兒子 那麼這個兒子 小的時候 就失散了 那失散在哪裡 不曉得 從失散開始 他就一直在尋找 跟報紙尋找 敲鑼尋找 從城市 從到這個鄉村 大街 小巷 歡山 月嶺 在尋找 一直找不到 好不容易 有一天 他找到了 一看 哎呀這個人 很像 我小時候失散的孤兒 越看越像 真的是他 沒有錯 就立刻要去把他 帶回來 可惜的是 他這個兒子 因為從小 流浪在外 沒有父母 沒有家庭 沒有依靠 沒有好的環境 都是跟一些流浪漢 一些街友在一起 所以那一種心很卑劣 卑劣 認為像他們那種人 是很下賤的 那一般人 尤其高貴的人 他們是高攀不上的 那現在他的父親 父親 父親 親生的父親 是一國的長者 在外表的裝扮上 是很莊嚴 而且是很威嚴的 那出入都有水寵 都有保鏢的 那麼像這樣的父親 發現了他 立刻就要把他帶回去 他嚇得不得了 趕快逃跑 是這樣的 那麼父親 一想 哎呀 也對啊 像他兒子 從小離開他 心境肯定 不是跟他同一個層次 他用他的立場層次 來看他的這個兒子 是不應該的 那怎麼辦呢 好吧 這個兒子 在外面流浪久了 當乞丐久了 我也就跟他一樣 扮乞丐 跟他在一起 跟他一起到外面 乞討吧 然後這個父親 就捨掉他身上的 種種莊嚴 然後呢 穿上髒的衣服 也是這個污垢的 頭髮變貌 然後呢 就跟這一些流浪漢 甚至乞丐堆裡 一起過乞丐的生活 然後慢慢分手了 才跟他的兒子講說 哎呀 我看到這個報紙登廣告 某個人家 要爭這個挑糞的 洗衛生間的 那雖然薪水不高 但是比我們乞討 還要優越 因為有住的 有吃的 還有零用金也不少 如果其他的工作 我們不可能的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高翻不上 但是呢 挑糞 洗衛生間 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做得到 去應徵吧 他這個兒子想一想 也對啊 就去應徵了 所以應徵這一家 就是他父親的家 慢慢呢 這個父親看他工作賣力 就跟他家講 哎呀 某某人 你工作賣力 薪水給你加多少 然後呢 你來當 人工吧 然後呢 你來當主任吧 慢慢慢慢呢 他年紀大了 才宣布 某某人 其實不是別人 是我的兒子 我現在連邁了 我這個兒子 只有我的兒子 能夠繼承我的地位 跟我的這個家財啊 剛剛講 他親自辦那個啊 是不是是他指派他的這個 理念 這個幹部 或者左右手 幫你一個乞丐 來引導他的這個兒子啊 這一段故事 是法華軍的譬喻啊 這個譬喻在譬喻 引導這個三聖 三聖啊 聖文言訣 菩薩 使他們進入一佛聖 那麼這個呢 譬喻 跟我們淨土法門的譬喻 就很相像啊 阿彌陀把我們十方眾生 就看成他的孤兒 在他這一個孤兒 在趙甲永傑以前 離散了 趙甲永傑以來 都一直在六道裡面流浪 當六道裡面的乞丐 受苦受亂 苦不堪言 現在發現到了 就想盡辦法 要來引導他 先從聖道門的 哎呀 你要三歸一 接下來要五戒十散 然後呢 要修訂 要開發什麼智慧 在這個過程 要實踐三十七道品 種種的 然後呢 你看你做不到了 那你做不到 有一個 雖然簡單 可是方法 這個境界 效用 比這一些三十七道品 甚至呢 約度萬行 還高超的 就是戀佛 然後慢慢引導 其實極樂世界是你的家鄉 也應該回極樂世界的家鄉 那麼我 阿彌陀佛啦 他說 我才是你 真正的父親 文衛 福衛 無量光授 也要讓你同樣的享受 所有的功德 都在名號裡面 也要讓你完全的擁有 只要你戀佛 你往生 你就可以一生補助 一生補助 一生補助就是佛的位格 只是說 現在老王還在 還沒有叫崩退位 所以他呢 還在東宮太子的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一生補助 所以這個法門 這個法門 對我們來講 是很親切的 為什麼很親切呢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慈父 基督師是我們的家鄉 在於居萬土紅餅 是我們的家財 是傳家之寶 我們是他的子孫 接受傳家之寶 那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建築法門 是很親切的 阿彌陀佛是跟我們一體的 剛剛是用父子來比喻阿 但實際上呢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都應該成佛 只是對業障蓋住 但是呢 阿彌陀佛 他發願說 我們如果不能往生 他就不成佛 所以他一旦成佛 就顯示 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要往生了 都應該可以往生成佛 只是就像阿彌陀佛經講的 阿彌陀佛經講的 就永遠都能夠往生 極了 就永遠都能夠往生極了 所以顯示阿彌陀佛主動的救度 第二點 顯示彌陀平等救度 因為楊居士是 再加重 而且是 一生 末次是歸一 所有修行 現在是要 你命中的時候 也一樣的救度 這就顯示平等了 如果說 你必須 要 在這之前 就已經有歸一次數聽聞 佛法修行 才可以的話 那楊先生就沒有希望了 所以 阿彌陀佛救度楊先生 跟救度 已經預先 發願願福的人 或者是救度出家人 或是救度聖人 都是一樣的 對待一樣的平等 所以顯示彌陀平等 救度 再來 顯示彌陀無條件救度 真的沒有條件 剛剛講的 他也非吃素 也非修行 也非以前就 聽聞佛法 送君拜占什麼的 現在呢 只要他答應 你答應我 接引你往生 就這樣而已 那答應怎麼答應啊 你電佛就答應 所以是顯示無條件的救度 再來顯示 彌陀主動來迎 所以楊先生電佛 阿彌陀就立刻來 迎接他 主動來迎接他 也不是楊先生 在那裡 千祈求 萬拜託的 所以 我們眾生的往生 是阿彌陀佛的主動 主動發願 只動修行 送給我們 往生的功德之良 也主動 呼范我們 也主動呢 促使十方諸佛 來為他宣揚 這個法文 怎麼樣促使十方諸佛 在阿彌陀佛第十七願 就可以顯示出 阿彌陀佛 希望十方諸佛 都來弘揚他這個法文 來引導大家 十方眾生來 念佛 所以四八願當中 第十七願怎麼講呢 第十七願 阿彌陀佛 印第法上菩薩就說了 射我得佛 十方諸佛 無量諸佛 不惜之皆稱我憑著 不取正確 也就是說 他稱佛的話呢 要使十方諸佛 都來讚嘆他的憑號 都來稱仰他的憑號 也都來稱戀他的憑號 來引導十方眾生 向往極樂世界 仰慕阿彌陀佛 稱戀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名 那麼如果阿彌陀佛沒有成佛的話 十方諸佛不可能 來為阿彌陀佛宣傳 那麼阿彌陀佛一旦成佛的話 十方諸佛非得為阿彌陀佛宣傳 不可 因為這個是阿彌陀佛的願 除了他這個願沒有達成 這個願達成的話 自自然然就有這樣的功能 這樣的功能使十方諸佛 來講說阿彌陀佛的法 所以釋迦馬陀佛現在在東方的沙佛世界 宣講阿彌陀佛的法 無非也是受阿彌陀佛第十七願的這個觸動 所以第十七願無形中 就流露出無限的大悲 無限的大悲 促使十方諸佛得來講說阿彌陀佛的法 所以在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的序份發起序 一開始講無量壽經 一開始的時候 釋迦馬陀佛就自我表白 他怎麼表白呢 他說如來以無盡大悲近來三界 所以初心於事 光產道教 為整群們會以真實之力 這個就是第十七願的觸動 如來無盡大悲 十方諸佛如來 以無盡大悲 這個無盡大悲有兩個 一個是如來他本身的佛的大悲 一個是以阿彌陀佛第十七願的大悲 因為第十七願 要請十方諸佛弘揚這個法文 好讓十方眾生 都曉得有迷途的救度 接受迷途的救度 所以在第十七願也同樣呢 跟第十八願一樣 顯露出大悲的無窮盡無限 所以十方諸佛如來 也以阿彌陀佛第十七願的 無限大慈大悲 那麼大慈大悲在哪裡 在憐悲十方眾生 所以說 以無限大悲 精哀三界 十方眾生痛苦之中 最痛苦的 就是三界佛宰六道苦海的眾生 所以說呢 精哀三界 也是抱著無限大悲 精哀三界 所以才出現在這世間的 那麼光禪道教 就是 簡了八萬四千法門 目的呢 欲整群猛會以真實之力 就是要救度群猛 所謂群猛就攀稱吃 照最照月的眾生 也就是 以九品來講的話 就下品生 欲整群猛會以真實之力 要救度這樣的眾生 而且給他最真實的利益 宇宙當中 一切都是虛假的 即使是生文 人訣 羅漢 菩薩 還是虛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有一品無品還沒有斷 那還沒有到最真實的 所謂純精 純精 只有成佛 才是純精 不然的話 不算純精 那麼 真實 純真 實在 所謂 唯此 以聖法 無二亦無三 唯此 讀真實 其他 皆方便 的法 就是 阿彌陀佛這句名號 所以說 預整群猛 拯救救度 要救度群猛 匯以真實之力 匯 給他恩匯 恩匯什麼呢 真實的利益 真實的利益 白白的送給他 不講 跟他講條件 這個才是恩匯 如果是對價交換 買賣關係 那就 無所謂恩匯不恩匯 所以 恩匯 就是白白的送給他 送給他什麼呢 真實之力 真實就成佛的利益 所以 這個真實之力 就在一句萬德紅描 怎麼講呢 因為 這是在無量壽經的序分 所講的 那無量壽經的最後流通分 流通分 釋迦摩尼佛 佛祖 弥勒菩薩 要傳承下去的那段 法語就是流通分 那段法語怎麼講呢 在剛剛也有引用過 就是說 其有德文 彼佛名號 歡喜永遠乃之一念 當之此人為得大力 只是具足無上公道 所以這裡所講的大力 跟序分義所講的 這個真實之力 是一樣的內容 一樣的內容 那麼只要 歡喜永遠論這一句 迷途名號 就是真實之力 就是大力 就是無上公道 同樣在流通分的地方 也講到信跟疑 如果歡喜永遠的救度 歡喜永遠的救度 可是呢 也形善基導而 回向往生極度世界 這樣的話呢 在太公裡面五百歲 五百歲 那如果 信受民土的救度的話呢 就為得大力 能夠即使見佛文化 所以信佛得到大力 跟這個 其有德文彼佛名號歡喜 永遠乃之一念 當之此人為得大力 的這個大力 都是同樣的內容 那顯示出 專稱迷途佛名 永遠歡喜稱名的人 跟信受迷途的佛制救度 是一樣的內涵 那假設 沒有專稱迷途佛名 是雜羞雜醒 回向往生的話 那顯示 對佛還有懷疑 如果沒有懷疑的話 你怎麼沒有完全靠佛 就因為有懷疑 認為說 哎呀像我們這樣的眾生 阿彌陀佛救我不容易呀 恐怕救不起呀 必須呢 我 修這個修那個 來回向給阿彌陀佛 輔助阿彌陀佛一把之力 阿彌陀佛救度我呢 才比較可靠 這樣就疑惑佛制 還以民土的救度 這樣呢 就暫時不能夠 建復文法 這個呢 顯示 是在胎宮裡面 五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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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一個長短的數目 那麼在觀經裡面呢 有分九品 各個時間 各不一定 那麼九品 觀經的九品 跟無量壽經的胎宮 是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內涵 值時間 不一樣 假設 鑽陀佛餅的話 就不會在胎宮裡面 就不會說 在連花裡面多少時間 那麼下品下生 永生 在今晚說 十二大節連花方開 那是指 他是五命 十二 甚至是棒法的眾生而演的 假設 不是這樣的眾生 就不會 跟他一樣的境界 就會超越 同時也在顯示 警惕我們要趨右行善 雖然戀佛 不要以為 哎呀我戀佛 我有佛可靠 可以我行我是 中我為非 不是這樣的 那麼對阿彌陀佛來講呢 他看我們眾生 都是自己的孤兒 要傳給這個孤兒的 傳家寶 一定是真正的傳家寶 那如果是要給別人的 那就是拿出刺藥的東西 那拿給自己親身骨肉 哪會是刺藥的呢 刺等的呢 不可能到 所以阿彌陀佛 在怎麼樣的頑劣 不聽話 這個父母用嚴厲的警告 那也是一種嚴厲的警告 是警告 不是事實 所以淨土法門 有所謂的攝取門跟意志門 意志門 意志門就警告 你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做了的話 你到極度世界 就會再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是警告 那警告呢 目的是為了攝取 所以 警告就是方便性的意志 因此我們要曉得 曉得佛心 念佛人 曉得佛心 然後呢 討佛歡喜 怎麼討佛歡喜呢 佛希望我們諸如莫作中善奉行 那我們就呢 諸如莫作中善奉行 也就是說 五罪來講嘛 我們念佛人呢 就要怎麼樣呢 不殺生 甚至呢 要附生 放生 念佛 不偷道呢 來講的話呢 那就是要呢 不施行善基德 來念佛 不協議來講的話呢 就要理解 不侵犯 來念佛 不妄語來講的話呢 就要我們老實 講實在的話 不欺騙 不挑剝離間的話 來念佛 不永久的話呢 就是要我們理智清醒 才能夠 念佛的 生佛 所佛的人 體會佛的佛心 自自然然呢 就會盡量的 諸如莫作中善奉行 尤其是 體會彌陀 對我們的愛心悲心 我們的內心 也自然會有阿彌陀佛的 悲心愛心的那個氣氛 那個氣氛 那有了 一點點的氣氛 所流露出來的 就不一樣 不過呢 話講回來 我們都是 貪生吃的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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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怎麼樣想做呢 做眾善奉情 但是做不到 那也做不到 所以心呢 就更加的柔軟 慘愧 所以善導大師 要我們念佛人 怎麼樣呢 要 要自嘴自己是一個 做生死的凡夫 所以應該 常懷 常愧 然後養謝福恩 那麼 再來 我們要來的啟示 第五點 只要念佛 被你彌陀感應到焦 像這個楊居師 他也沒做什麼 他就是躺在那裡 念佛而已 當下阿彌陀就被他練來了 如果他一念佛 就跟阿彌陀感應到焦 有句話說 就說一念相應 一念佛 念念佛 念念佛 基本是只要你念佛 你就相應 所以 念念佛 念念相應 再來 第二個點 若不念佛 其人必將隨を沈沸 很顯然的 現在 有兩條路 一條是黑暗的 一條是關靈 www.isurenseil.ji 如果沒有人引導的話 偶爾都是從 黑暗得那一條路去行走的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這個善知識很重要 也顯示出這句名號的可貴 我們這本書 封面 大家詳細看一看 這個封面 阿彌陀佛的前面 有一條白線 這叫做白道 那麼白道的左邊 有火在燃燒 右邊有水在奔湧 後面又有很多壞人 拿刀拿槍 要來殺他 又有一些心懷 鬼胎的人 要來引誘他 這張圖叫做二合白道圖 是善導大師在觀經詩貼書 《玄義分》裡面 所描繪的一個場景 目的是要保護我們 念佛人的信心 那麼這個很有意思 怎麼有意思呢 我們是念佛人 走在白道上 白道表示我們的念佛 表示我們的願生心 那麼右邊的火 左邊 右邊的水 代表我們貪欲的心 貪心 左邊的火 代表我們的稱心 貪稱吃 舉出貪跟稱 那吃在哪裡呢 吃在貪跟稱 裡面 貪 稱都由於吃而來的 那顯示什麼呢 顯示我們即使願生 建土專身 靈魂的佛兵 可是跟我們的貪欲的心 還有承諾的心 比較的話呢 是怎麼比較呢 是怎麼比較呢 上禮大陸說 我們念佛的這一條白道 只有四五寸而已 四五寸寬 可是呢 我們的 右邊的水的河 左邊的火的河 其山無底 南北無邊 山 測不到一個底 邊境嘛 望不到一個邊際 也就是說 我們的貪稱 貪稱 煩惱 是很深厚 很廣 很大 當我們即使戀佛 可是呢 戀戀當中 還是貪稱 很深厚 很強盛 還是妄想 雜忍 很多 所以 所戀的佛 跟貪稱來比較的話 所戀的佛只有四五寸 那其他呢 其他 其山無底 其廣無邊 這一個 太貪稱 澄湯 有一個 什麼 然後 真是 就是 秀 這個 主要是 你一心正念直来 我能妇孺 仲不会堕于水火之烂 这也是二百道玉里面的法语 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佛跟这样的念佛想保证 说你不要怕 你尽管念佛 前来 我能够保护你 你即使 贪 称 环瑙强盛 妄想 责任 很多 但不用怕 如果是没有念佛的话 那将来 就会堕落地狱 都是水火二合 但你现在念佛 即使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 水也淹到脚 火也烧到脚 但不会堕落水火之烂 因为 我会保护你 所以一个念佛的人 永远在阿弥陀佛保护当中 所以观念佛经就说 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射取不舍 阿弥陀的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目的 在以射取念佛的众生 不会离开他 不会忘记他 不会舍弃他 现在看着他 保护着他 临终的时候 就接引着他 就是有这种意味 所以我们要晓得 我们即使是一个念佛人 可是呢 我们的怀恼 还是在的 不因为我们是念佛人 所以心就清静了 怀恼就降服了 同时也不是说 一个念佛人 必须要心清静 必须要扶火 享受烦恼 这样往生才肯定 不是这样的 所以善导大师 用这个二白道图 清楚明白 显示我们众生的真实相 也就是基 基根基是什么样的根基呢 根基是充满水火二合 的怀恼的根基 那么法是怎么样的法呢 法是能够保护他 献身让他 红胸发脊 平安喜乐 临终的时候 能够让他 顺利安然 往生脊 所以这一张 二白道图呢 就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这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 他以这个二白道的批语 来保护我们的信心 不然的话 有着传播净土法门的人 那么说 你虽然恋佛 可是 你也没有清静心 也没有共乎成本 梦寐一如 那么恋佛不肯定 不稳定 恐怕难得往生 你恋佛要扶佛 甚至呢 要示意心离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令人家 永远对我 永远对我 永远对不安 永远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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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对不定 那干脆 不用修净土 不用恋佛 来学别的法门吧 那这样就导致 退准了 那导致退准的话 就继续轮回 那何时才能够解脱呢 那净土法门 并不是这样 进入法门 就是依我们的根基 是出家人的根基 就以出家人这样的根基练佛 在家人的根基 以在家人那样的根基练佛 心清静的就清静心练佛 心不清静的就不清静的练佛 没有怀恼就没有怀恼的练佛 有怀恼就有怀恼的练佛 因为那是他的根基 如果要他改变他那样的根基 才能够练佛 才得以往生的话 那阿弥陀佛要救度谁啊 而且阿弥陀佛的慈悲有限 力量有限啊 如果那样的根基 练佛也能够救度他的话 才显示阿弥陀佛的力量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佛力 福字 愿力 功德力 也显示出真的是大慈大悲 大到连这样的众生 也能够救度他 所以这个二和白道 二和白道 给我们来无穷的安慰 跟希望 给我们一片惨烂的光明 那么这一本无条正的旧度 希望大家尽可能把它看一遍 那么在这一本 这个图 善导道师说 我们的胎欲心 我们的称恨心 以贪称来讲 是无量无边的 可是呢 华元坚普贤行愿品里面就说了 说 我于过去无始结中 犹贪称痴 发生口义 做出恶业无量无边 若此恶业有底相者 尽虚空却不能容受 如果从恶业来讲的话 那是超出虚空 因为虚空却不能容受 刚刚讲 是无量无边 其身无比 其广无边 那现在呢 就罪业来讲 是虚空却不能容受 那么在大宝基金里面 有一首记者说 假使经百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灰意识果报 还自受 表示 每一个人的罪业 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是无形的 但是呢 必定会受这个果报 表示说 它虽然是无形的 但是是充满 整个虚空的 而且是实际存在的 等待机缘 机缘一到的话 没有不受果报的 所以 在地章经就说了 说 哎呀 业力甚大 能敌虚民 能伸俱海 能葬圣道 事故众生 莫轻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先好受之 父子自谦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也就是说 从业力来讲的话 业力甚大 大到能够障碍 我们的圣道 也就是说 我们以自己的力量 要断除自己的烦恼 排除自己的业障 使自己超越六道轮回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业力大到 障碍我们超凡入圣 那如果是跟 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二百道就说了 你不用怕 我保护着你 你尽管 念佛 你只管念佛 你就专一念佛来吧 永远受我的保护 就是这一种意思 如果从修行 靠自己的力量 来断除烦恼 超出轮回来讲的话 是有几个次第的 首先 要先断 见惑 我们的烦恼 有两种 一种是见惑 一种是私惑 见惑 是指对宇宙真理的 不明了 不明了 也就是无明 那再来的话 就是私惑 私惑是指我们的贪嗔痴 也就是一种 阿赖也是里面 旷解以来 所留下来的那一种 恶的喜气 那么 要脱出轮回 最先要破见惑 就断除见惑 那断除见惑 是容易呢 还是困难呢 在内盘经里面就说 虚头反 也就是出国阿罗汉 他要成为出国阿罗汉 必须要断这个 见惑 那么断见惑呢 经文说 重广犹如四十里流 也就是说 这个见惑 他如果用 河流来批译的话 好像宽四十里 敞入四十里的河流 你能够有力量 挡住这样的河流 算没有力量 能够断你的见惑烦恼 各位学员 各位联友 等得了吗 等不了的 现在所谓的土石流 土石流一来的话 这一座山移到那一座山去 整个山都崩下来 何况是四十里的这个河流 所以如果从断见惑来讲的话 如同截断四十里的河流 如果从贪称来讲的话 是其身无底 其拱无边 如果从罪业来讲的话 就是尽虚空 不能容受 如果是从这个石中上来讲的话 这一辈子没有受果报 总有一天等到你 一定会受果报 从这个障碍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阅历 会障碍我们的解脱 好像一道墙 挡住我们解脱的道路 如果了解这一些道理的话 他就会选择净土法门了 他就不会换换学其他的法门 禅宗也学 天台法眼也要去了解 密宗也要去让人家灌一个顶 在第三经就说 天人受天府敬 有五衰向陷 或有堕以恶道之者 十戒才能 十善业才能升天 加上禅定 才能升色戒天 那已经好不容易 圆满十善业了 又有禅定功夫 生在色戒如色戒了 可是呢 只要有寿命都是五常 时间一定会到 所以天人五衰的时候呢 地战经就清楚明白的说 或有堕落到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的 那么上五所引用的内盘经 就说 书父得受犯天之身 乃至飞翔飞翔天 命中还跺三恶道中 那么在正法练出经就说 我始生始终 夜往复世界 从天生地狱 从地狱升天 这段法语 给法研究普选行愿品所说的 是一样的道理 行愿品是说 我们从过去无始结终 做出恶业无量无边 如果恶业有形体 尽虚空界不能容受 那么正法练出经就说 我始生始终 我人所做的业 好像一个网 这个网多大呢 是遍布整个世界的网 是遍满整个虚空界的夜网 夜地的网 那么我们在夜地的网当中 即使我们身在天上了 可是天寿一进 就会堕落地狱 因为天上也好 地狱也好 六道都同样在这个夜网里面 所以来来去去 都在这个夜晚当中 所以我们小的 学佛学佛 不是泛泛而水 要寻找一个 兼生兼世 我们这一种根基 能够解脱生死沦为的法 就时代 末法时代来讲 就收佛世界的地方来讲 就我们根基来讲 石处基来讲的话 都要选择 净土的法门 念佛的法门 那么由于时针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祝愿大家信佛 念佛得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